現在VR是非常的盛行 可是大部分大家都把它運用在娛樂、在遊戲、在一些其他的運用上面 可是他們想要跟台灣自己的原創作品結合 他們希望藉由吉敏跟HTC的結合可以帶動更多台灣的原創作品 你知道他們有這個機會可以運用科技跟數位的技術來到不同的世界 我們非常匆忙的,我就從VR的幼幼班很努力的趕快加快腳步去了解VR的技術 或是動畫製作跟動畫製作成VR的運用是有什麼樣的差別 其實我覺得講太多都沒有用,就是要進去體驗 很高興就是我們兩個這樣的品牌可以做這樣的結合 讓不管是台灣或是在國際上的不同的產業都可以知道說 台灣不是只有硬體,台灣也不是只有一個小小的繪本這樣的形式 我們可以把它變得非常強大,然後我們可以一起走向國際 那今年我們除了國際書展之外,我們希望接下來可以征戰各大國際書展 譬如說義大利的波羅拉書展或是未來的法蘭克福書展 因為今天大家看到的只是一個chooser 然後我們會持續的,就是這本書裡面其實它會遇到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們會把它跟不同角色的互動一段一段做成這種系列 然後變成一個更完整更豐富的一個故事跟體驗 而且我們會在未來更善用HTC Bob的技術跟它的特質 因為這樣子的運用其實不只是在這樣一個體驗空間 其實對未來我們在提名品牌不管是在展覽的巡迴 或是固定的體驗空間 甚至是用在我們未來要做一些供應的活動上面都非常的有幫助 那希望我們可以跟HTC可以更緊密的做一些結合 然後一起帶動台灣的不管是文創、產業或是科技展現 在國際市場有更好的發揮跟效益 那也希望我們讓台灣的出版業界覺得其實原創的內容很重要 數位運用科技的結合也很重要 那這就是我們的所謂的文化、創意跟產業結合一個最好的一個在典 這一次跟又再一次跟幾乎合作 因為其實剛開始跟幾乎合作 就從2003年的音樂去開始 就宇山很積極地讓幾乎的作品 不只在繪本上的平面 也很積極地讓它變成電影 讓它在台上變成立體 那我這一次的VR的經驗就是也是非常初體驗 甚至是非常... 非常怎麼講 驚嚇 就是說原來現在的科技可以做成這樣 那在音樂圈裡面其實對科技是一向是又愛又恨 就是說因為科技的進步所以下載這些東西 讓音樂的比較不好 但是又好像另外一方面又開發了一個新的市場 比如說這個VR的東西我覺得 尤其是金米的作品 在...大家知道它的文字很少 它的畫很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用音樂跟它的圖像可以表達性感 那我覺得在這個作品裡面甚至讓音樂還有音效的3D化是有可能的 意思就是說你有可能帶著耳機 一隻鳥從天空飛過 你可以真實感受鳥在天空上 而在你後面的門敲門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聲音是從後面發生的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科技帶給我 聽覺上非常震撼的一個效果 那...我很... 謝謝雨傘就是莫測還有HTC這次的用了一些合作 那希望這樣子的產品可以除了在娛樂遊戲之外 可以有更多不同的用途 在藝文在音樂 希望之後也可能有VR的演唱會 就是好像樂手就在你旁邊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感受到現場演唱會 觀眾在舞台上的感覺 我覺得這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皆等於個人 Rad 燭機 謝謝故事 ข y Facebook 來吧